选好了道具之后 每一个道具 其实对应的是你们今天要扮演的角色 哦 同时要提醒各位 我们本场有一名 boss 音乐家隐藏在各位中间 boss 音乐家肯定是我 我觉得也应该可能是陆思成 啊等一下等一下 boss 音乐家是坏人吗 别装了 你的眼睛有点赞 boss 音乐家是坏人吗 真的 boss 音乐家是坏人吗 你们没有发现他根本不是一起来的 对自己先来的啊 对我是坐车来的 甚至已经被揭穿了 boss 音乐家在整场的游戏过程当中 会进行隐藏任务 各位需要细心观察 并且在本阶段所有的游戏结束之后进行检举 如果大家最后检举失败没有找到boss 音乐家 我们的boss 音乐家将会获得独享舞台的机会 哦 就是一个卧底吗 大家如果找不到就他自己唱了 大家都唱不了了 就这样的 如果检举成功则卧底失去登台的机会成为观众 登不了台 哇哇哇哇哇哇那更加是路斯恒了 反正第一场开他也没登吗 你们等一下 这样吧我现在检举路斯恒 哈哈哈哈 这个信息是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的啊 哈哈是一会才知道啊 不要太早下定论啊 这么这么早就晚排吃了啊 不淡定了我了解他这么久他真的不淡定了 你看他没人这么聊的啊 哈哈哈哈 哦 慌了慌了你看他们眼神 他们已经有点慌了 是他们不淡定了不是我不淡定 我这个人还是很淡定的对吧星哥 对是你 还行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